您好 欢迎收看7月2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县政府委托多华大学环境学院协助县政府 严领制令符合县民期待的花莲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制制条例 第一场咨询座谈是在寿风厢的文康中心举行 在历经有畜牧业者关心制制条例实施之后 会对于畜牧产业有产生限制的码条影响到他们的生计 在座谈会中他们也到广场前来聚集呼口号 呼吁有关单位领定制制条例要兼顾花莲县特殊的时空环境背景 还有发展现况也要保护既有畜牧业者的权益 花莲县政府委托多华大学环境学院协助县政府严领订定符合县民期待的 花莲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制制条例 第一场咨询座谈会在寿风厢文康中心召开 在地既有畜牧业者关心制制条例实施之后 将成为畜牧业签制限制的法条 影响到他们的生计 在座谈会前寿风厢文化中心前广场聚集呼口号 拒绝无名化 拒绝无名化 保障序幕业 保障序幕业 我们已经辛苦了23年了 难得拔针 口听难得拔针 现在又搞一个地方自治法 真的是把我们已经努力了23年 包括各种序幕的各种那个措施 还有什么的都已经在进步 我们已经撑到这个时段 要走出世界 又遇到这种问题 希望大家能站在一起 把我们的心声说出来 最近我们这个补风的事情 补给我们华人到处点火 第一个倒霉就是我们四母爷 今天的官政府还要来跟我们定地方自治法 这个地方自治法我们今天怎么叫点火 我们的第二代是怎么生化下去 是说随便利用QA 我们现在来把环保联法公司 叫他们滚蛋 写助县府研拟制定符合县民期待的 花园仙新设置训木场管理制度条例 第一场咨询座档会在售丰乡文康中心召开 同时也听取在地业者的心声 作为未来修订法员的依据 其实整个评估来讲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立场 怎么样解决这样的冲突 也让他们充分意见表达 我相信有些这一次他们听到我们这个座谈会 未来还有公听会 立法证据还有公听会 还有乡政的说明会 那真正我们现在是收集专业知情的意见 可是我们觉得这样专家还不够 所以才加上地方的意见一起进来 然后考虑所有的法规之后 会对所有的立法之后作为相关的建议 所以我们还没有涉及到法条里面的细目 他的精神是什么 可是我们必须有所有县府 协助我们提供相关的资料 能够做最适当的评估 包括涉及公词 那会影响多少 那目前比较大的方向 其实对于原来既有的畜牧业者 特别下面很关心的养族协会 养基协会 其实我们针对了 目前比较有共识 我只能提到这里说 不过还要进过桃呢 是不会对既有的东西产生影响 主要是针对新建制 新设的东西 或会来扩建 他超过原来他申请的条件 可能投诉啊 或者是范围区啊 还要再扩大的部分 所以未来这个真正的立法 会在议会或在说明会 或在公听会 是县府跟议会 最后才会做最后的版本 苏峰文化中心召开的花林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 知识条例草案咨询座场会 包括苏峰厂长刘耀宗 花林县议员 叶昆琴 田鱼姓 赞美会办公室主任 陈志强等到场 听取在地 畜牧业者对知识条例的看法 以及意见 记得喜欢苏峰厂长 发行动 小刀 彊 conveyed